早安 晚安 我是可 欢迎回到行万里路 那这个系列主要是想看看 历史本人到底是什么模样 书本上写的东西真的是真的吗 那我现在人在英国出差 而且我还住在 亨利巴斯住过的城堡里 我租了一栋城堡 说到英国大家就会想到 Royal Family 那英国历史上出了 非常多有名的国王 亨利巴斯就是其中一位 但不是好的那种有名 这集的行万里路 就是想要让大家看看 亨利巴斯有多疯 其实他对英国的影响非常大 因为他生的小孩都超级有名 但很多人保持他生的 除了亨利巴斯以外 还会告诉大家一些 关于英国皇室的小故事 这就是本次的计划 开始 在城堡之旅开始之前 因为我怕我会哭 所以我在英国的时候 没有讲 怕被大家笑 不过 我必须要说 我 真的很感动 这趟英国之旅 真的带给我很多珍贵的回忆 一辈子也不想忘记的程度 所以我赐了个亲 想要永远记得这个瞬间 好紧张 第一次 第一次公开 这个赐亲就是 Subshot VPN 它代表了保护 自由 与坚定不移的感情 保护我们的网络安全 保护我们的个人资料 保护使用公共wifi的大家 我印象很深刻 就是英国的网络真的很烂 所以我们常常需要连wifi 还好 有冲浪鲨鱼 自由的让你看想看的东西 我还记得 那天晚上 我想看咒书回战 但是英国的IP看不了 还好 我们有冲浪鲨鱼 让我可以把IP跳到日本 还有什么样的感情 比我跟冲浪鲨鱼还更坚定呢 我都业配两年了 而且又再签了一年 讲过的台词 比我打电话给我妈的次数还多 现在冲浪鲨鱼 还有黑色星期五优惠 只要输入我的折扣码 升级SURPSHOT ONE 可以额外享有五个月的使用期限 他们真的很体贴 还有寄信给我 对我真的有在用 感谢冲浪鲨鱼 让我有城堡可以住 让我可以任性的当个公主 那现在就让我们回到 英国皇室特辑 哇天啊 漂亮死了 哇 这是真的城堡耶 你知道这座城堡 原本不是很立巴式的吗 好像有看到 哪一个公爵 他把它买下来还是 没有他把它砍头了 然后这座城堡就变成他的了 然后城堡就变成他的了 这些都不知道是几年前的石头耶 都是快乐拉布拉多 真的帅死了 哇 这是亨利巴士踩过的楼梯耶 哇天啊我的老天 我看到一个东西 看丽巴士的装置艺术吗 以前真的都要有这种 走到 不知道自己在哪的 迷宫花园 哇 甚至有垂球可以玩耶 这是高尔夫的远亲哦 英国贵族超爱打的 我是废物吗 很多地方都禁止进入 我们只能看这一侧 不能去到那一侧 开放的区域比我想象中少 但可以理解啦 毕竟那边很明显 应该就是古籍本人 简单介绍我的房间给大家看 房间钥匙还是这种形状的 哼 哇 这是哪里 死亡归神 我被分到的是爱德华六世的房间 他是亨利巴士唯一一个儿子 隔壁的房间是法国的玛丽皇后 前面是伊丽莎白 这里跟Motel一样可以选主题 人头落地 老中楼 手把还是绳子 帅死了 哇 哇 它真的是一个城堡耶 它真的是一个城堡耶 这是什么 哇 雨晒 啊 超多路柜子 哇好帅的一只哦 我要带省空气清淨机 帅死了 哇好喜欢 我喜欢它就连地板也很用心 浴缸 不过其实爱德华六世是没有来过这个城堡的 来过的是她的姐姐玛丽一世跟亨利巴士 还有她的第二任妻子安妮皇后 其实亨利巴士跟安妮只在这个城堡住过十天而已 但是天数不是重点 重点是她跟安妮的故事非常好听 凯瑟琳迟迟迟迟迟生不下男生 然后亨利巴士就很想要有一个儿子 所以她就在外面疯狂拨走 那时候要拨到安妮的时候 你知道安妮跟她说什么吗 你已经结婚了 不可以碰我 你这个肮脏的男人 对于这种万人之上的人来说 哇这种拒绝 哇 我要征服你 这激起亨利巴士的征服你 她会觉得我一定要跟你结婚 安妮很厉害 亨利巴士为了她要离婚 可是其实那时候再离婚 不像现在那么容易去护政事务所登记好了 那时候罗马教廷是不允许离婚的 所以亨利巴士甚至为了安妮 跟罗马教廷决裂 另创英国国教 然后因为阿拉贡的凯瑟琳 背后是西班牙皇室 所以她还冒着跟西班牙武丁舰队 台战的风险 就是为了要跟她离婚 你以为他们的故事很浪漫吗 很浪漫吗 短短四年 亨利巴士就下令斩首安妮 才11天后 亨利巴士就娶了安妮生前的女侍仇 当她的第三任老婆 而那第三任老婆 就生下了爱德华六世 所以真的不要轻易跟亨利巴士结婚 甚至还有一个口诀在宣传这件事情 亨利巴士结婚六次 两个砍头 两个离婚 一死一活 但是我有点不清楚 为什么是练丢斧头 因为应该是法国在丢斧头 那时候的英国应该是拉弓箭才对 我好疯了 好疯 你的鼻子热气很很热 他超级高的 他还有穿鞋子 哇 为什么要欺负大圈 他身体是搂着我的 因为这边实在太急了 没有看我手整个握拳放在里面 虽然亨利巴士看起来只是很会结婚 跟很会处死自己老婆的人 但他其实是两任英国非常有名的女王的爸爸 他语言配凯瑟琳森的长女就是玛丽一世 玛丽一世还满喜欢这个城堡的 因为他来度假过两次 大家听到玛丽一世可能会觉得有点陌生 带一个大名鼎鼎的绰号 叫做血腥玛丽 哇 血腥玛丽是第一位正统的英国女王 为什么会说是正统呢 因为他前面其实有另外一个女王 叫做真格雷 血腥玛丽跟隔了一个故事 都很适合配酒喝呢 我觉得他们两个都算是蛮可怜的人 嗯 爱德华六世九岁就即位 然后十五岁就因命过世了 然后爱德华六世本人啊 他是新教派 如果他过世的话 王位第一继承人是他的姐姐 玛丽一世 玛丽一世是天主教徒 然后爱德华六世不想要自己的 新教政策被推翻 所以他那时候已经找了一个新的皇后 叫做真格雷 他只当了短短久天的女王 玛丽一世就强势回归 然后把他关进伦敦塔里了 他甚至自己不想当女王耶 未知 我现在在 英国艺术博物馆 这边叫一幅必看的画 是当初真格雷被处决的样子 天啊 画本人好大 我刚刚看完画本人了 我觉得他比我想象中的大幅好多 而且油画本人真的是 栩栩如生 我只能这样形容他 他真的把真格雷 在生前很彷徨 然后很迷惘的姿态表现得很清楚 因为据说啦 行刑之前 他找不到自己要躺在哪里 因为他要被砍头嘛 所以他就很慌张 那幅画真的画得很好 我原本只打算自己来取个景 然后可能看个30秒就要走了 但我竟然竹竹在那幅画前面 看了大概5分钟吧 很激动 然后也真的会觉得 他真的是一个很可怜的人 因为他自己不想当女皇 却被自己的爸妈推出来 然后成为政治权利息生下的一个棋子 就是没有人在乎过他的意见 他被处决的地方也是伦敦塔 所以伦敦塔真的发生过很多事情 可是我觉得玛丽本人真的没有大家讲的那么坏 她也把这个城堡还给原本的贵族 而且玛丽在爸爸再婚之后真的过得很可怜 安妮皇后真的是处处针对她 所有的仆人都被遣散 她还被送去当伊丽莎白 就是她的同父异母的妹妹的女侍从 妈妈因为亨利八十在婚之后 陷入很严重的忧郁症 亨利八十还不让玛丽去看自己的妈妈 她就开始变得很忧郁 一直处在一个很受惊的状态下 甚至有段时间是几乎被软禁的程度 她的墙壁可能真的都有长这种灰尘 虽然说我没有被软禁过 不过应该差不多就是这种大小跟感觉 黑黑的 然后也没什么窗户 很寂寞很孤单 接下来的故事 跳到伦敦塔会比较好听 嘿 很多人来伦敦只会看伦敦塔桥跟伦敦桥 但其实我觉得伦敦塔才是最该看的地方 因为这里发生过很多英国君主的爱恨情仇 就是有很多人在这边被杀 很多人在这边被关 伦敦塔它曾经当过宫殿 堡垒 国库 还当过刑场 又当过监狱 它就是一个很多功能的地方 漂亮死了 喔 酷 它这个叫叛徒门耶 因为以前这边也当过监狱 犯人都从这边经过 进城之前要先羞辱他 对 没错 叛徒 我要进去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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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是1280建的城堡耶 但它其实最早在一世纪 罗马人就来建了一个木制的皇宫 后面被征服者威廉 改建一个白塔在最中心 外围都是后面在兴建的 这边是叛徒之门 因为当时是监狱 所以那个囚犯都从这个门经过 然后这样走上来 不准绝或被关 后面就叫Bloodyto 喔 你们叫Bloodyto有关过谁吗? 伊丽莎白一世 童贞女王 终身未嫁的那一个 那时候是她被姊姊玛丽当政 为了要守护王位 那时候会做很多事情 你知道这边有关过谁吗? 还有谁? 伊丽莎白的妈妈安妮 关了全家! 她妈妈是被她爸关的 但她自己是被她的姊姊关的 姊姊玛丽莎关伊丽莎白 对 可是其实我觉得血腥玛丽很可怜 亨利八世再娶之后 安妮啊 就叫血腥玛丽去当伊丽莎白的侍女 她原本是公主耶 她生病了 安妮还下令说医生不可以治她 基本上快要疯了 所以她上任地间行 就是把地的妹妹关起来 这也可以理解吧? 可以理解 而且你们觉得伊丽莎白好 她是童贞女王 她确实做得很好 可是她也关过人喔 所以我觉得大家对于血腥玛丽很严 这个血腥塔 还曾经有两个小王子在那边失踪过 他们的叔叔理查三世 觉得他们也是王位的威胁 所以就在这边把人杀掉 哦哦哦 我觉得你成功了 大前菜听完你的故事之后 他直接在Bloody Tower前面拍一张照 没有白天想拍照 他笑得好开心 他笑得很开心 血腥大缺 你不觉得就是听了这些故事后 你在看这些东西 就会觉得不太有历史的重量 伊丽莎白关的那个人 他就叫苏格兰的玛丽 他一被关就是18年 生在这种家庭也是蛮辛苦的 皇室没有兄弟 没有皇室兄弟 一世二世 他这个命名是 英国的命名系列 他们的命名比较像是 有一个寓意在 现在大家都很熟悉的威脸王子 他就是为了希望自己的儿子 像征服者威脸一样厉害 哦哦 乔治小王子也是为了纪念伊丽莎白的爸爸 乔治六世 对他对德宣战 然后带领英国脱离二战 很有趣的地方是 他们有命名PTSD OK 像是亨利八世不是很烂吗 对对对 所以后面就很少人叫亨利 哦就没有亨利了 你知道哈利王子的本名字叫什么吗 哈利托特 应该不会是亨利吧 他其实叫亨利 哦 戴安娜王妃硬要取亨利这个名字 可是因为英国人太讨厌亨利了 所以都叫他Harry 哦原来是这样 但是他的全名其实叫亨利 OKOK 只是都没人叫亨利 而且你看哈利王子做了什么 真的不要乱取名 命中待杀 那时候很多英国报纸就有在讲这件事情 从小到大都叫Harry了 他长大还是亨利化了 英国姓名学 他们也不太叫John 无能的John 他太无能了 导致很多贵族起来 定了很多规则 要约束他 可是你知道那些规则 最后变成什么吗 大宪章的前身 哦 浪君权没有无限扩张 可是大家听到大宪章 就会觉得 哇 这是一个好棒好棒棒的东西 可是没有想到他背后 其实是因为有一个很无能的国王 哇 这个门超级小 哥哥要过级的怎么会来 哇 你看 这就是行球工具 他们觉得被吊起来打 可以把人家吊起来打吗 不行 现在的英国皇室 刚刚讲的那些历史人物 真的血脉传承到现在的吗 没有 现在的温莎 皇室其实源头是德国人 温莎皇室是什么 皇室名称叫温莎 法际改名 改成姓温莎 跟德国人切割啦 啊 这里也有胸皮帽 要戴那个帽子的人很不容易 原本是中世纪的直弹兵在戴的 但后面慢慢不用 法国人把他带回来 然后把他夹得那么高 显得好像自己很雄壮威武 就跟眼镜蛇一样 那为什么现在是英国人在戴呢 因为那时候英国人在滑铁路战役中 打败了法国这个士兵 所以他们就抢他们的帽子来戴 显示自己的国力比法国还强盛 好帅哦 反正后面啊 就被英国人抢来戴 就是要表达自己 就是比法国人还厉害 像我现在 把他帽子 我比阿滴英文厉害 比叶啊就据传是英法百年战争的时候 英国人是用弓箭手 然后法国人是重装起兵 法国人就觉得弓箭手看起来有弱 烂死了 结果他们全部被舍烂 所以英国人看到 法国人之后就会这样比叶 哈哈 所以就这样胜利首饰 好不哦 当时的工作人员住的地方 那边就是给罗友住的 我看到了 我看到了 他竟然那么赤裸的怀价 我们以前的子录 怎么会有人在看他呢 以前的平民啊 大概是在塔外被处决 然后这里是处决过 恒里巴斯第二任妻子安妮的地方 安波琳 他就在这里被处决 1536 这就是安妮本人 这就是恒里巴斯 真的漂亮 好疯掉 超级漂亮 大家如果有时间真的可以来 因为这边真的发生过很多 英国皇室的故事 然后我自己现在处在一个很激动的状态 比看白金汉宫还激动 我非常感兴趣 我听到那些衣服的衣服是充满的 可以让我介绍一下吗 这是一个Tudor的衣服 它变回到Tudor时 所以他们会穿这个衣服 我刚刚就是去问他说 因为我听说这个衣服是从16还是17世纪 就没有再换过样式 只有换中间的logo 在位的是谁 对 然后我刚刚去问他 他说对 你自己一个人去问的呀 对呀 独立 为了历史我什么都做得到 天哪 这个楼梯真的不是人种的 哇 天哪 他们只能用那么小的窗户看外面耶 我走的都是历史耶 好帅哦 这个磁铁做得很好耶 这就是亨利巴斯 爱德华六世 那个很可怜的女生 玛丽一世 伊丽莎白皇后 乔治六世 伊丽莎白二世 天哪 这个很美巴士 跟他六个老婆的巧克力 太会做生意了吧 我疯掉了 这一定要买啊 哇 太漂亮了 虽然有点夸张 可是我真的觉得那是 无法用言语形容的感动 啊 我太老了 有点想哭 所以我冷静下来之后 我觉得这城堡 没有我想象中的 那么历史 我怕被截涂所以才这样子讲话 可能这种是以历史取向来 这个城堡的 所以我觉得它有很多 太现代的东西 我不是说它一定要整个都是料理食材 因为那些东西很难吃 也会很不方便 我也想要用吹风机吹头发 也想要好好的洗个澡 但我的意思是 这个房间是爱德华六世就有点不合理 因为爱德华六世 本人没有住过这里 好 但这没关系 因为他是亨利巴士唯一的儿子 所以很重要 但是那些人 跟亨利巴士 到底有什么关系 或是至少放一个老一点的照片 这个对他们来说只是百事的 对 就不是历史视觉上的装饰 对 虽然有点小失望 但确实还是有摸到 然后亨利巴士走过的台阶 没有我预期中的那么棒 但还是很棒的体验 这就是这集的行万里路 讲了一些亨利巴士的历史 虽然说嘴巴上那样讲 但其实 可以住在他真实住过的地方 还蛮开心的 虽然说这里真的比较像环球一层 我有一天在看书的时候 看到厌世国文老师写了一段话 那我自己看了 觉得很喜欢在这边分享给大家 没有历史的记忆与情感的温度 春雨白菜不过是一块漂亮的石头 这也是行万里路希望带给大家的东西 毕竟知道背后的历史 城堡仿佛不再只是城堡 而是一页一页的游身书 放眼望去全是历史 而且每个东西也都变有趣了 希望可以分享我心目中有趣的东西给大家 2 希望大家会喜欢改版后的行万里路 因为上一集是挑战在杜拜买酒 那是不确定的事情 那这一集是改成试试看在 真实发生过的场景讲历史故事 不知道大家会比较喜欢哪一集 有任何意见都可以跟我说 会好好的听的 希望可以做出继世界史料理史王后 第三个大家喜欢的历史系列 这就是今天的影片 希望大家会喜欢天使保佑 贝贝 嘎嘎